空客为何宣布A380结束生产,其中有怎样的生意,将对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A380结束16年的飞行,为何说其败给美国的波音公司,这对中国航空企业有怎样的启示? 据媒体报道,空中客车正式宣布全球最大的民航客机A380将于2021年正式停产。 说起A380,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波音747飞机。在这款双层空中巨无霸,于2007年投入商业运营之前,波音747飞机已经雄聚空中巨无霸这个头衔37年之久。 在2007年以前,747是世界上唯一一款拥有双层客舱的宽体客机。截至2007年,个型号的波音747共交付了1396架。 当年,波音747拥有储备订单95架,同年,首架A380交付新加坡航空,A380项目共有189架订单。 某种程度上说,空客打造A380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在A320、A330大获成功的背景下,空客需要一款能够奠定自身江湖地位的机型,一款能够让自己真正和波音叫板,我也可以比你更加强大的机型。 1970年,在波音747投入运营之时,空中客车刚刚成立。这是一家联合了欧洲各国力量的飞机制造商。 从成立之初,目标就是举欧盟之力打造一家航空工业巨头。 1988年,空客推出了第一款窄体客机A320。 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款采用电船操纵的全新飞机,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后来者的设计优势,拿下了波音737的半壁江山,成功垫定空客在鸣基领域的地位。 A320的成功加上A330系列的热卖,让空客成功在世界的舞台上站稳了脚跟。 在窄体、双发宽体市场上,空客都有了和波音抗衡的能力。 然而,波音依旧稳坐世界第一的宝座,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波音747。 此时,全球各大枢纽机场的航班时刻日渐紧张,运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 航空业对此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方案A,继续发展枢纽模式,打造巨型客机,使得每个航班运力增加。 方案B,打造点对点直飞模式,以二线直飞的方式,缓解枢纽纽机场的运力瓶颈。 而空客选择了打造新一代空中巨无霸。 在1990年的范保罗航展上,空客正式宣布巨星计划。 当时这一计划的目标是制造一款运营成本比波音747低15%的巨型客机。 当年,波音为了747项目孤注一掷,险些连公司都没了。 有这样的前车支箭决定研发一款比747更大的飞机,对于空客来说无疑是一次冒险。 不过,经过长达16年的沉淀,空客不负众望成功地创造出了到目前为止都令人叹为观止的空客A380。 这款飞机搭载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并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袭击了大部分的航空市场, 从此进行长达16年的飞行任务,并成为全球第二的民航客机。 空客A380的优势就是,长期以来,空中客车公司一直以一种渐进和可靠的方式开拓新技术。 A380项目已经研发、测试和应用了有关材料、工艺、系统和发动机等一系列新技术。 空中客车公司从中选择成熟性已经证实可以带来长期收益的技术, 以确保飞机性能更佳、运营成本更低、操作更容易和乘坐更舒适。 但是,意想不到的就是,这家曾经在民航客机占有一半市场的A380竟然也有停产的一天。 关于它的停产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其次,有分析人士指出,首先,飞机本身很好,没什么问题,并不是说因为飞机本身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是质量过于粗制滥造。 它是世界上空间最大的客机,技术也是当时最先进的,飞机本身的安全性和舒适度都是非常的高。 其次,对于这么大的飞机制造公司的决定一定是有必然淘汰的原因。 由于2020年开年的新冠疫情导致了很多的行业和产业的萧条与破产,其中不乏航空领域, 而波音公司作为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这场风波,更何况是空客公司。 但是,波音747赢就赢在了商业上。 由于当时中国是全球疫情防控最好的国家,很多的外国企业把投资的眼光放在了中国, 许多的医疗物资也需要从中国运送出去。 波音747相比空客A380油耗低,入座率高,使用限制少,还有价格也很便宜。 一个投放于商业市场的飞机,哪怕它曾经一时辉煌,再大再好用,也没有商业价值。 没有实际效益,也没有谁会使用它。 所有的商品也好,以及社会交易也好,都是需要存在实际的利益。 就像人际关系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吸引也是唯利是图, 只有相互之间有所需要的利益,才会有共同达成的标识。 就这样,新一代的空中巨无霸空客A380就此消失在了大众市场。 这是一场时代的羡慕,而属于波音飞机时代的旗帜还在继续飘扬。 我们现在来好好纵观一下空客A380发展历史。 其实并不难发现这两个全球最大的飞机公司的那股暗流涌动的较劲。 空客是超过波音为目标,光这个目标就非常的危险, 因为它本质上偏离了坐飞机这个行业的初心, 民航企业的初心应当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 而不是将竞争放在中心位置。 所以,这也为空客A380失败的必然性埋下了伏笔。 再看看因为疫情影响下的航空业, 与波音747比,空客A380的劣势也非常的明显了, 没有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终将会被淘汰。 一味地进行竞争,没有仔细思考飞机的不足之处, 终会适得其反。 说完了国外,再说国内, 这几年,随着国内飞机制造的技术进步, 按照国外技术的精确设计, 像C919这样的国产飞机的优秀代表, 逐渐开始在国内市场运营。 那么,对于像空客和波音这样的大飞机有何优势呢? 据分析人士指出,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产大飞机C919的机舱宽度 比空客A320和波音737宽松。 乘客体验感和座舱舒适性更佳, 货舱体积更大, 载货能力比波音和空客更好, 或更具有商业空间。 第二,国产大飞机C919采用的都是近年来的新技术、 新材料。 从安全性、气动性等角度来说, 都要比传统性的波音737和空客A320更具优势。 第三,国产大飞机C919在性能方面, 相对波音737和空客A320来说, 更节能, 噪音隔绝能力也更优秀。 视野设计比同类型的宽, 更能保证行驶安全。 相对来说, 国产大飞机C919属于后起织秀, 在整体设计上采用先进的技术更多, 自动化程度更高。 同时, 在未来的市场潜力更具有优势。 中国现已成为全球除美国以外最大的民用飞机市场。 根据商飞、空客和波音三家公司市场预测的平均值估算, 未来20年, 我国民用飞机市场空间将超过15000亿美元。 而不断增长的航空运输业务也为航空制造业提供了支持。 产业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历史告诉我们,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都是要经过一定的量变才能促成质变, 想要拔苗助长一定会适得其反。 空客A380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脚踏实地地干好每一步, 民航脱离不了民这个字, 只要不偏离为人民服务这个中心, 国产飞机终有一天会大放异彩。